哈囉大家好,我是Enter 看完我們的影片記得幫EnterBox按一個訂閱唷 今天我們要透過這台ZenBook30週年的限定版 從這台筆電的特色穿插其他華碩的歷史機種 這些機種大多都是我自己收藏的 或是我曾經買過、用過 或是近期有開箱過的 所以我們也盡量會把時間的年份拉比較開一點 讓大家感受一下這些年筆電都經歷了些什麼 1989年從主機板發起的紅碩電腦 在1994年才改名為我們現在熟知的華碩 華碩除了在板卡領域一直是穩居凹頭的地位 在筆電、網通或是手機都有非常不錯的成績 尤其像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筆電 筆電在台灣市場也一直是龍頭地位 以這台來講 這台就是我手上自己收藏華碩最古早的機種 不是華碩最古早是我手上能夠收藏到最古早的 這台的型號是L7300 你看它這個乳白色的機身 其實已經經過歲月的摧殘 已經變得很黃了 而且變得很奇怪的顏色 而且上面還有很多髒污 但是它的規格我們來看一下 它搭載的是Intel Pentium II 這個時脈是233MHz 233MHz 記憶體只有32MHz 哇 現在很多高階處理器的快取 L3快取都比這個記憶體還要大了 螢幕呢 是12.1吋的TFT 至於解析度 我現在已經找不到它的資料 它的解析度到底是多少 如果一樓的話可以幫我補充一下資料 那作業系統的話 當時似乎是有Windows 95 跟Windows 980兩個版本 那我這一台呢是Windows 98的 那查了一下資料 這一台呢 基本上是在1998年發佈的 似乎是在1999年才開始販售 那以我這一台來講 這一台呢就是1999年生產的 然後可以看它標籤 這邊都有年份跟月份 那當時剛好也是適逢華碩的十周年嘛 也是非常巧 那前幾年我用這台筆電的時候 其實還是可以開機 可以上上網看影片都非常OK的 大概就是不能多工處理 大概就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做兩件事情它真的就跑不動了 那當時已知的問題就是 電池應該是有問題 只能透過充電器來開機跟使用 但是這次拿出來試的時候發現 已經完全開不了機了 目前的狀況就是 它只會顯示 大概是1.1瓦吧 就是充電器會看到它有一個 1.1瓦的功率過去 現在就開不了機了 所以如果有機會 狂說如果有辦法幫我修好這一台的話 我會覺得非常非常神奇啊 那相較UX334FL這台30周年的紀念款 厚度只有不到兩公分 那L7300的厚度是大概四公分 所以兩者大概就是兩倍的差距了 那在重量方面呢 30周年紀念款的重量是1351公克 而L7300的重量是2461公克 也接近是兩倍的重量 而看起來這個差距好像不是非常大嘛 可能你覺得 那個7300好像跟現在效能型的筆電 重量是差不多的 那其實是因為L7300 在當時就是主打非常輕薄的筆電 所以不由得感慨 時間的流失和科技的進步 真的非常厲害 那在螢幕邊框的部分呢 L7300它也非常強耶 它的厚度呢大約是12.78mm 這個厚度會很厚嗎? 在UX334FL旁邊看起來真的是蠻厚的 可是仔細想一下 現在如果不是有特別標榜窄邊框的螢幕 的筆電 其實厚度可能都不見得比L7300還要窄喔 就算是前幾年一般可能兩萬塊出頭的 這種家用型的筆電 那個邊框都是比L7300還要再厚的 而且L7300的螢幕 它可以完全打平 而且這個角度是完全超過180度的 當然不是說現在的筆電就做不到 所以以前的筆電很厲害 而是覺得在當時那個時空條件下 華碩能夠做到這樣的技術 也真的覺得這樣非常非常厲害了 那當時是做到12.78mm 那現在呢30週年紀念款的UX334FL已經做到4.65mm 也真的是非常厲害 希望以後的螢幕邊框越來越多 那在外觀方面 這款30週年的紀念機 很特別的就是它的上蓋A鍵 使用了珍珠白色的針皮 包覆延續到後方ERGOLIFT的位置 上面有三條縫線 以金、白、金、交叉 串出中間30週年的LOGO 象徵著無懼向前的品牌精神 對創新的追尋 對美學的追求 以及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 而這片LOGO明板上的玫瑰金色 是電鍍工藝的18K金喔 那為什麼在這台機器上面 沒有用上ZenBook經典的同心圓法絲紋 而是用上針皮的材質呢? 嗯,沒關係 同心圓法絲紋我們後面會解釋 那針皮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華碩曾經推出一款 非常經典的機種 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台 採用針皮試面的筆電 S6F Little Collection 不過這幾台裡面 唯一一台我只有摸過、看過、玩過 但是沒有帶回家實際 帶在身上用過很長一段時間的 所以這邊就大概沒有什麼素材 可以給大家看了 當時大概是2006年 處理器還是Intel的Centrino S6F推出了針皮的版本 在A面和C面用了整面的針皮 所以這次華碩30周年的紀念機 也採用了針皮的材質 為此經典造型注入未來感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解釋 同心圓法絲紋這部分 其實這一款30周年紀念機 它是隸屬於ZenBook以下的 那它其實是UX334FL這台機器為雛形 下去設計的 那我回想華碩在2011年推出的ZenBook 至今大概也是9年10年的時間了 那以我個人的印象呢 我帶大家了解一下當時的時空背景 當時的狀況大概就是 由Intel為首的輕薄筆電 Archabook開始廣為人知 然後已經開始慢慢取代掉 CULV的宣傳 因為當時CULV給人的印象就是 輕薄但效能低下 那華碩在這個時候 也跟著Archabook一起推出了 UX211這台11.6吋的筆電 這款就是ZenBook的創始啦 在A面的同心圓法絲紋 就成了ZenBook的經典設計語言 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C面和D面也都是鋁美合金的材質 而在C面的部分 則是使用紙條紋的法絲紋處理 當然其實在當時我覺得 直線的法絲紋在科技產品當中 是非常常見的處理 但是做成圓形的 大概就是ZenBook是最有代表性 而且同心圓法絲紋 很容易在燈光下 反射出規則又多變化的樣貌 因此在外觀上就非常好識別 當時剛出來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個造型很好看 然後效能也夠 續航也強 然後重量很輕很薄 但是價格還蠻高的 Eason當時還在觀望 那直到隔年 華碩推出的UX32系列 得益於當時搭載的 Intel Core i 系列的第三代處理器 IV-Bridge 製程已經從32奈米進步到22奈米 加上在這樣的體積中 仍然搭載了NVIDIA GT620M 這樣的獨立顯示晶片 所以文書上網絕對是綽綽有餘了 甚至還可以小打遊戲 移情養性的 而且價格真的是親民非常多 我記得當時 入門款的i5-3317U這個版本的 入手價大概3萬多出頭就可以買得到了 所以可看性就高了非常非常多啊 那後來華碩在ZenBook 當然也更加細分了ZenBook的產品系列 大台的效能機 像是ZenBook Pro 有UX550、UX580、UX581 我們前一陣子才開箱晚嘛 那有非常強的創造力 或是旗艦輕薄機種 有ZenBook S 像是UX490、UX391、UX392 在高階輕薄機種都做得非常好 續航很長 然後輕薄造型又好看 又或是兼具效能很輕便的ZenBook 像是UX431、UX533、UX333 或是這台UX334 其實就是效能不錯 價格又比較親民的機種 那麼回到去年華碩30週年的時候 其實在去年的Computex 2019 在展位上就有看到ZenBook 這台30週年的紀念款 那作為30週年的紀念機 不管是在規格 還是外觀上其實都有它的特殊之處 那外觀我們剛才講了 我們現在就來看規格方面 手底器搭載了Intel第八代的 i7-8565U 在去年也算是一指之選的頂配了 記憶體方面有16GB 顯示晶片有NVIDIA的MX250 在儲存空間方面 一般版本的UX334FL 使用的是PCIe Gen3-2的512GB SSD 而30週年紀念款的 使用的是非常高階的Samsung PM981 而且容量是1TB的 而且規格呢是PCIe Gen3百貨 所以不只容量更大 速度也更快 所以從規格上來說 絕對是當仁不讓的旗艦機了 除此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特色沒有主意提到 像是我覺得華碩的金額度團隊 讓輕薄的ZenBook 也有很棒的音效 這一點真的讓ZenBook的機種 在同樣薄型的機器裡面 音效真的好非常多 那這一台也是 這一台的UX334FL的音效也真的很棒 或是像前面提到的Nano Edge 螢幕超窄邊框 高達95%的螢幕佔比 其實讓整個視覺上的沉浸感是非常強的 ScreenPad 2.0 也是華碩最近主打的 它讓螢幕 它讓觸控板多了螢幕的功能 其實很多長輩不會用鍵盤打字習慣用手寫的功能 就非常推薦這個 還有呢 無項的群規認證啊 Air Camera也可以做Windows Hello 所以這幾年看起來華碩在筆電市場 也一直是推出很多新的設計 也弄了很多新的功能讓消費者去使用 華碩在筆電市場大方異彩 其實在網通產品也是很強的 也是華碩生根很久的領域 像是華碩也常常推出規格碾壓同期產品 可是價格又便宜別人一大截的 像是我們最近才剛開箱完ZenWiFi 型號是ZenWiFi的XTXT8這台機器 這台有支援最新的802.11ax 也就是WiFi6 而且還有支援Mesh 所以我們也是兩台一起開箱的 這個好處就是它可以加達訊號的範圍 而且實測速度也非常快 居然高達884Mbps 比許多有線網路都還要快 而去年ZenFone 6的Flip Camera 著實令人驚豔 今年也非常期待華碩在行動裝置的新產品 不知道今年ROG Phone第三代會推出什麼樣的東西 或是ZenFone 7會有什麼驚喜 但我先猜 我覺得Flip Camera應該還是會在ZenFone 7上面出現 最後也期許能夠和華碩走到下一個10年 Enterbox,我們下期再會 好細節呢 坐著 好細節 很快 舒服 好細節